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1月14号 张医师献上课程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2024年最新臀部原始点的手法 还有腰椎最后两点按推示范 再来接着是耳后拳头法示范 好 我们现在就换这三段影片 我们现在来介绍臀部原始点 臀部原始点现在有分上臀部原始点 还有下臀部原始点 好 那上臀部的原始点位置就是在 咖骨上沿 低一点 然后一路按上来 再按 好 到这里的时候脚要伸直 然后再继续按 按 然后每一点按下来 按到以前的腰椎 这里最后一点的终点站 那同侧侧也是一样 从侧面 从这里一点 一点 两点 三点 这样一路按 这样一路按 按到腰椎 碰到腰椎 为上臀部原始点的最后一点 那下臀部原始点也是从侧面 这里咖骨下沿 这里 好 那侧面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然后按到哪里呢 按到这里 刚好碰到骨头 那我们再沿着V字形下来 同侧一样 好 我们来按推上臀部原始点 那按推 第一个要注意的是第一点在这里 所以按的时候 一定要叫患者的脚先抬起来 好 那注意再来就是手法 手法它不是前面掌心向上 手肘虽然顶进去 但有一点偏向前面这样 一半的位置 这样就可以按得到了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按到第三点之后 就可以叫患者的脚伸直了 这里脚就伸直了 好 因为它位置在这里 所以就不需要翘腿了 我们就直接这样顶进去 就可以按得到 好 按到腰椎 这个就是上臀部原始点的最后一点 好 那下臀部原始点 也是从侧面开始 它是这样 好 到这里就是V字形下来 所以一样 叫患者的腿伸上来 然后这时候要注意 然后这时候要注意 掌心是向上的 跟刚刚向臀部原始点 这样是不一样的 它是这样翻过来 好 那这样顶进去 第二点 第三点 这里已经碰到骨头了 好 所以叫脚伸直 然后接下来 就是照我们原来的按推 从这里V字形下来 好 那我们来介绍 同侧上臀部原始点的按法 那它的按推从这里一路按上来 好 那所以第一点 要按一定要叫患者腿抬起来 那用弓箭布比较好做 那第一点 掌心一样稍微微微的 好 这样 然后用手肘顶进去 好 到第三点之后 脚就可以伸直 那再来就恢复到我们之前这样 这样就可以做出来了 回蹲 好 那我们再来示范 下臀部原始点 一样用弓箭布 然后腿抬起来 然后注意这时候的手肘 它的掌心是比较偏向上 这样 跟刚刚 上臀部原始点 它的手法是这样 不大一样 好 那用弓箭布 第一点 顶进去 第二点 第三点 好 到第三点的时候 接下来就是V字形 那可以叫患者的腿 伸直 沿着V字形按下来 这整个就是臀部原始点 好 我们来介绍腰椎 腰椎最后一点 以前是在胯骨上沿 也就是这一点 那现在 我们还要注意的 下面还有两个点 第一点 第二点 这一边也是一样 腰椎 旁开一直宽 好 这是跟胯骨上沿接触的地方 我们是最后一点 那现在还是要往下面 第一点 第二点 是可以按的 但是力道稍微注意 太大力 患者会受不了 好 我示范给大家看 这是以前的最后一个点 好 这是以前的最后一个点 好 那下来 第一点 第二点 好 这样在按的时候 你还是可以感觉有筋 拨到筋而非骨头 好 这个已经是最后一点 如果你再下去 这个就是骨头硬硬的 这个是 所以不能按 好 那同侧也是一样 我们一般以前 都是胯骨上沿 这是最后一点 好 那我们现在 还要再往下面 好 下面的第一点 好 下面的第一点 好 下面的第一点 第二点 好 这是同侧 好 这是同侧 那站后面一点 第二点 好 这样腰椎才算完整 我们现在来介绍拳头法 拳头法 它一定要握须前 然后拇指翘起来 这样才能够很轻松的按进去 但是不能用握紧的拳头 因为握紧拳头会顶住患者 使他不舒服 所以这个前头是虚的 有弹性 好 头转向我 好 那我们耳垂拨开 用食指测试位置 那现在耳后有四个点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第四点 好 那前头法 这样直接下去 刚好四个点都可以按到 好 那 手要放轻松 用身体 往下沉 就能把前头带进去 然后向钟摆 均匀地来回拨动 好 这样按完之后 我们再头转过去 换另外一侧 一样 拨开 然后把点找出来 一点 一点 两点 三点 四点 好 那我们前头法 刚好一次下去 就可以全部按到 好 然后握须拳 靠身体 把前头带进去 不能使用蛮力 然后来回均匀 我们今天的直播 就播到这里 今天播放的 最新臀部的原始点 是最新的 之前的 就不要再看 都以这一次播出的为准 谢谢大家